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中国国内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国恒大终于进入了美国普通人的视野 我就看到了路透社经济报道的官方推特就有写道 中国恒大股价暴跌至于11年低点 延续跌势 原因是高管们试图挽救企业务前景 以及对本周付款义务最后期限迫在眉睫的违约担忧日益加剧 那么我就为大家进步的了解了这份报道 它还有写道 最近紧张的房地产集团 中国恒大集团China Evergrande Group周而表示 以聘请顾问 研究其财务选择 并警告称 在房地产销售量暴跌的情况下 存在违约风险 导致其股票和债权价格大幅下跌 这家房地产巨头一直在争线恐后的筹集 向贷款人和供应商付款所有的资金 建管机构和金融市场担心任何危机可能会波及整个中国银行体系 并可能引发更广泛的社会动荡 周二 该公司在香港的股价跌至6年以来的最低点 上海证交所暂停了其上市证券的交易 原因是 其价格剧烈波动 恒大周一晚间表示 网上有关破产和重组的猜测完全不属实 尽管市场越来越多的预期 恒大可能需要重组 但中国在8月份裁定 针对恒大的各种诉讼 将集中在广州处理后 恒大还是做出了这一决定 周一愤怒的投资者聚集在中国南方城市 深圳恒大总部附近 要求该公司还偿贷款和金融产品 评级机构多次下调该公司的债务评级 原因是 该开发商在重组巨额债务方面举步维艰 了解完为什么恒大会出现在推特的热搜里面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网友们的评论 不管他们是否警告过这一点 都不能成为他们毁掉人们生活的借口 哪有这种公司 需要员工借款给公司 才能拿到自己应得的奖金 那么这位网友对于中国很多企业 例行的融资方法感到不理解 这就是特色 还有这位网友写的 你知道吗 他们还会拿着这些员工的集资款 逃之夭夭 还有这几位网友的看法 这么多钱 如果中国每个人卷1.5美元 那他们就可以偿还债务 下面还写 如果中国每个人都给我卷5美分 那我就是百万富翁了 只是说说而已 这位网友的算数还不错 下面还有这位网友的评论 非常正确 但泡沫会变得更大 想象一下 你的总收入56%将用于支付房贷 其他一切都会受到影响 看来这位网友对中国防奴的压力还挺了解 那么中国现在会承认企业就像人一样 也对他们进行输协抢救吗 最好还是让他沉默吧 人类需要停止扶持并临倒闭的公司 让他死去吧 这是自然而然的 恒大上了推特的热搜 让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 美国的网友生活在自由市场的环境下 很难理解中共恒大爆雷这样的禁忌特色 那么同时呢 我也是看到这个纽约时报的官方推特 也有报道这个事情 他有写道 突发新闻标准普尔500指数盘点下跌1.7% 这是9月份以来最大的跌幅 投资者权衡了一系列担忧 那这是不是为恒大爆雷导致的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恒大就成了引发世界经济动荡的蝴蝶翅膀了 那么这时候我就想问问我们美国热搜DateUp的观众 你们看到恒大上了推特的热搜之后呢 你有哪些想法 可以在评论里和我们一起分享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看看推特上面的热题 那么今天打开美国的推特 就会看到Parlementarian就是议院法规专家 上了我们的热题里面 那这个议院法规专家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就是他在我们的参议院里面就会来判断 说你要提案的时候 这个法律里面能不能包括某某某 是不是合适的 他就来裁定这样的事情 那么为什么Parlementarian会出现在我们的热题里面呢 我就看到了美联社的官方推特就有写到 突发 参议院议院法规专家裁定 民主党不能利用其3.5万亿美元的一篮子计划 来支持社会和气候项目 让数百万移民有机会成为公民 我就为大家进步的了解了这份报道 他还有写到 议院法规专家周日晚些时候表示 民主党不能利用其3.5万亿美元的一篮子计划 来支持社会和气候项目 因为他们计划让数百万移民有机会成为美国公民 这对民主党多年来实现这一长期追求的目标最清醒的途径是一个会灭性的打击 议院法规专家对其往往令人费解的规则做出了这一决定 对乔拜登、周拜登总统、国会民主党人 以及他们再次移民和进步社区的盟友来说 这是一个破坏性的、令人沮丧的挫折 尽管他们说他们将为他提供新的选择 但议院法规专家的立场严重磋商了 他们不顾共和党的反对 而单方面通过允许几类移民获得永久居留权 和可能的公民身份的改变的希望 议院法规专家的意见至关重要 因为这一位移民条款不能包括在一项3.5万亿美元的庞大措施中 由于容易受到这些扼杀法案的拖延的影响 这需要60票的参议院投票才能化解 移民议题化 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席位50比50的参议院几乎没有机会通过 与此同时 共和党人已经表示 他们将利用移民话题 将与一些选民对犯罪的恐惧联系在一起 作为明年竞选参众两院控制权的首要问题 在这一年里 当大量移民试图穿越西南边境时 这个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那么了解完了美联系的这一份报道之后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美国的网友有哪些想法 我就看到网友们开始为民主党支招了 看到这位网友写的 突发新闻 民主党可以随时解雇意愿法规专家 并任命另一位来做意愿法规专家 还有网友写 提醒 共和党人在2001年就是这样做的 还有这几位网友的看法 这就是当你把社会议程中的项目 打包塞紧基础设施法案时会发生的事情 移民与基础设施没有任何关系 我希望国会和参议院都能被禁止做这样的事情 不管是哪个党 还有这位网友写的 一个问题 一个法案 他们需要停止把五官的东西都装进法案里 还有这位网友写的 为什么我们不努力让每个申请共鸣身份的绿卡的人 都能得到快速通道呢 为什么我们不让那些持工作签证的人来这里 快速办理绿卡的呢 他们是我们需要的劳动力 为什么我们要给非法拘留的人一个快速通道呢 最后还有这位网友写的 史上最大规模的借口 直到今年我才听说过 意愿法规专家这个名字 如果参议院想对一些东西投反对票 他们就应该去做 而不是指责不应该拥有任何权利的 非选举产生的人 那么这时候我就想问问 我们美国热搜的朋友们 看完这个新闻之后呢 你是有哪些想法 可以在评论里和我们一起分享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看看 推特上面的热题 那么最近在美国的社交媒体里面 这一份新闻就是特别的火啊 我就看到这个美联社AP的官方推特就有报道 突发当局表示 在怀俄明州发现的一具尸体 具性是加布利埃尔·加比·佩迪托 联邦调查局表示 这具尸体是由执法人员发现的 他们在过去的两天里搜查了这露营营地 那我就为大家进步地了解了 美联社的这一份报道 他还有写道 当局说 星期天在怀俄明州发现的一具尸体 具性是加布利埃尔·佩迪托 他和他的男友在越野徒步旅行时失踪 当局一确认这名男友是涉案人员 目前正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内寻找 联邦调查局表示 这具身体是由执法人员发现的 他们在过去的两天搜查了该营地 FBI监管特别深远查尔斯·琼斯 Charles Jones表示 死因尚未确定 琼斯说 完整的法医坚定工作尚未完成 无法百分之百确认我们找到了加比 但我们已经通知了他的家人 对于佩迪托的家人和朋友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 佩迪托和他的男友兰德里 于七月份乘坐一辆改装的面包车进行了一次 越野长途跋涉 参观了美国西部的国家公园 警方表示 9月9日 当兰德里驾驶面包车回到他父母 在佛州北港的家中时 只有他一个人 兰德里已被确认为此案的相关人员 周尔佛州的家人最后一次见到他 那么这一份报道还有写到 佩迪托和兰德里是儿时的恋人 他们在纽约长岛长大时相识 这对旗女乘坐面包车的长途跋涉 始于七月 地点是长岛 根据他们的社交媒体账号 他们本打算在十月底之前 到达俄勒杠州 但当局表示 佩迪托在八月下旬 从华尔明州大提段国家公园 Grantied National Park 与家人最后一次联系后失踪 那像我说的 这个新闻在美国是非常热门的 在社交媒体上 网友们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和想法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我不完全理解 加币的男友 为什么没有被警方更密切地跟踪 为什么他的家人 没有因为阻碍调查而被逮捕 那么这位网友的意思就是 为什么涉案后他的男友就会逃掉 还有这位网友写的 在被证明有罪之前是无辜的 没有穿通 或沟通的证据 不能逮捕家人 还有这几位网友的看法 他的男朋友不需要审判 当他上周回到家时 他的行为是无眼的认罪 毫无疑问是他干的 还有这位网友写的 每个人都有权接受审判 他对他做了一些什么 我对他的看法左右摇摆 但这就是他目前的全部 最后还有这位网友写的 我很同情他的家人 我无法想象 他们受到了这么沉重的打击 那么这时候我将问问 美国热搜的观众 你们要是有了解了 这个新闻报道 你们是有哪些看法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里 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那么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 认真Series的话题之后呢 最后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油管上的好玩的视频 来放松一下 那我不知道会不会有网友 上公共洗手间的时候 就会感觉有点尴尬 不想让他们的同事 他们的朋友 或者陌生人知道 是他们在上洗手间的 那么我们的伟大发明博主 就想到了一个很好的方式 来隐藏你的这个鞋子 我们一起来看看 鞋套放在鞋子上 有这个隐私的这个窗帘 这样人家走进洗手间 就不会知道 是你在上这个洗手间的 再也不用担心你的朋友 同事活摸生人知道是你在上洗手间 那么看完了好玩的视频之后呢 我们这期美国热搜Deliab就要结束了 感谢你观看我们今天的视频 要是你喜欢的话 那就记得给我们点点点点赞 还有呢 要是你有哪些热门的话题 想看我们一起来探索的话 可以在评论里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and we w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